前首相敦马哈迪申请司法检讨 要求皇家调查委员会暂缓和对外公开 白交、中眼交以及南交主权问题的听证会 但是吉隆坡高庭今天驳回了申请 也不允许敦马撤换皇委会三名成员 高庭今天驳回 马哈迪要求检视白交、中眼交和南交主权问题的 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外公开听证会 以及撤换三名成员的司法复合申请 尽管三项申请全部预错 但是高庭法官阿玛吉星发出准令 允许敦马挑战在律师陪同下出席听证会的要求 裁决出炉后 敦马在早上10点45分左右 抵达部城首相署法律事务组出席听证会 他的代表律师拉菲克拉西指出 由于高庭发出的是司法检讨准令 因此敦马今天不能在律师的陪同下出席听证会 敦马共证长达两个小时 离开时拒绝向媒体发言 我国与新加坡是在2003年 同意将白交及附近的中眼交和南交主权争端 交由海牙国际法庭审理 2008年 国际法庭将白交主权判给了新加坡 中眼交则归我国 法庭没有将南交判给任何一个国家 2017年7月 纳吉政府单方面提出申请 要求国际法庭解释2008年的判决 不过西蒙在2018年赢了大选不久后 重新认向的马哈迪宣布 我国接受国际法庭2008年的裁决 国际法庭隔天就宣布撤销案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